阿伯啊 推掉 鼻啊 鼻子 阿伯啊 推掉 来 这些什么给你喝 水先给你喝 谢谢 人警好不容易 终于找到人 幸好躺在地上的老翁还能发出声音 来 来 来 我们先救人到中央 两名人警合力扛起老翁并抬上货车 让他们取消血询了 全部到大丘所 18号上午 这名住在高雄的80岁流姓老翁 骑机车出门 没想到离家后就让家人联系不上 因为患有失智症与糖尿病 让家属更慌张急得快报警 前方调约各个可能行进的监视器缩小范围 随认老翁进入六甲山区后 锁定大丘山区 让交界各分局及救护人员共同搜索 终于在23号下午找到人 竟在老翁走之后 第五天骑机是在六甲山区偏僻的竹林中 寻获老人 老翁失踪五天 这段期间没吃没喝 幸好送医后身体状况也渐渐恢复 没有生命危险 也让等了好久的家属如释重负 等到奇迹 记者赖广章李佳燕高雄采访报导 过来过来 过来 全部过来 深夜停车场一群年轻男子看到远景到来 降在原地 年轻男子故作镇定 声称是来找朋友 不过对方畏畏缩缩下车 怎么看都不对劲 原来 六个人的谎言马上被戳穿 原来他们根本就是鲁人讨罪嫌犯 当场被抓包 被告 被告 检报调查被害的简性男子 因为沉迷网路迁堵 找了三个地下钱庄借钱 不过利滚利根本还不出来 所以这伙人从二十日下午三点起 就纷纷跑到新北三峡 简性男子上班地点堵人 并将他关在车内长达八个小时 直到嫌犯打电话给简性男子的父亲 对方这才报警求救 最后嫌犯被以现刑犯逮捕 不过 这当中还有一名身穿紧身衣裤的女共犯 外形亮眼引人注目 自称只是陪男友到场 仍然被送办 前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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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敲 另外桃园中立也发生街头球棒队 惊悚画面现场九名年轻男士 包围一台白色小客车 吓坏路人 当场查获四名犯嫌 于三十分钟内将另一方五名犯嫌查记到案 根据了解双方是因为债务纠纷 引发口角以及砸车冲突 动手的嫌犯也被以毁损伤害 以及妨害秩序等罪 移送地检署侦办 这些媒桃园综合报道 哇有气哦 国道上一台游览车 冒出浓浓白烟 没多久就开始起火燃烧 消防队赶到涉水灌旧 后方车流因此回堵一公里 更惊险的是 车上满在三十二名国中师生 那个后轮 后轮那边你好 都没有人受伤吧 没有 小朋友死地逃生 满脸惊恐 全部挤在国道路间 还等不到接驳车 看起来现象还生 学生都批多 都安全 地点在国道三号 北上龙井路段 中午十二点左右 游览车开到一半 引擎室开始冒火 司机觉得不行 赶快把车停在路边 紧急疏散乘客 那个我早就先出来 我才去 那时候火 在引擎那边烧起 面火器两只面补掉 水也面补掉 原来这群学生 是台南后甲国中的足球校队 一行三十二人 有老师有家长 搭游览车 要到桃园 参加下午五点的足球比赛 却碰到火烧车 比赛差点泡汤 警方看他们 站在路间太危险 直接在国道上 拦截其他游览车 先将他们在下交流道 没有因为我们有提的很早出来 就是提早两个多小时出发 所以就算就是还都还顺利 驾驶之处于五月初有前往保养 详细期货原因的 待消防单位一起 同样惊险的 还有云林虎尾 临森路上 电线杆突然短路期货 劈里啪啦的声响 民众还以为是放鞭炮 没想到阵阵火花 从电线感冒出豪吓人 台电回应是电感上的电容器组 电源侧开关故障 已经在第一时间派员维修 不会影响供电 记者 両文宾炉俊杰李云杰 与临台中综合报道 前方机车突然右借 腰带路口转弯 后方骑士气炸 认为阿伯乱骑车 双方伙计都很大 到了下个路口 两人再度飙骂互呛 车发在新北炉州中销路 骑士发文怒哄阿伯太嚣张 不只乘客没戴安全帽 转弯也没打方向灯 从内侧直接往外侧硬切 为注意后方车辆根本是恶意逼车 危险驾驶 但不少网友看完影片 认为同车道 阿伯骑在前面 哪里有逼车 按喇叭提醒就好 何必破口大骂 第二月机制器理清案情 必通知双方机车骑士到来说 同样骑口角的还有他们 男子从台北松山车站上车 夸将小黄问奖 不开上国道是故意绕路 男子理直气壮 坚持国道不可能封路 还气到要打电话报警 问奖满点无奈 说什么都没用 最后只好打1968国道专线求证 被狠狠打脸男子话越讲越小声 但他竟然还要问奖 让我过去看看 如果是可以走 我刚才一打1968你还不信吗 就要解当天凌晨 相关单位要拆除钢购门架 一则封闭国道一号 细指之内湖交流道区间 双向平面道路 而这回问奖无辜被指控绕路 最后也气到请客人下车 慢走不送 接下来黄天兄跟各位双边报导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